大家好,我是老孙 关注我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经过接近两个月的努力 老孙身后的这个鱼池终于要开闸放水了 哎呀,这个喜悦之情一于言表 好,开整 大白,去弄水管了 老孙在和大家交代两个 昨天视频当中留下的小问题 第一个就是昨天说 它这个控制器 怎么给它防水 我想好了 很多朋友说用室外的那种叫配电箱 我看了看也不便宜 而且没有必要 挂在墙上比较突兀 我打算弄一个那个塑料的收纳盒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打上孔 把这个控制器装在里面 防水防风防雨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这里 昨天有个朋友 他看完我的视频之后 他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没有装这个管子的卡箍 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我有这个卡箍 当时买这根罗文管的时候 卖家送了 我后来把这个卡箍的事给忘了 经他提醒 我今天把这个卡箍装上了 这样的话能让管子的连接更加的结实 也感谢这位朋友 哎呀好吧 不多说了 要放水了 第一股水流已经成功进入了主池当中 哎呀 我感觉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这一个池子不到十吨水 我估计得放半天多的时间 放了半天 现在水才放了这么多 我估计天黑之前可能能放满 呃 这里啊 流到第二个 呃 毛刷舱那里 但是你看现在毛刷舱已经有水了 呃 什么问题呢 应该是 下面 放的这个弯头 啊 就墙里面的这个弯头 呃 它有缝隙 导致这个水呢 有一部分 直接就从 它的缝隙当中 进到毛刷舱了 呃 这个肯定是 不太好的啊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 这个问题也得解决一下 现在又发现两个漏水的地方 从毛刷舱到第一个生化舱 那个墙角那里看到了吧 漏水 呃 还有一个就是从主持到 这个清水舱 呃 哎 能看清楚吗 啊 也是这个墙角漏水 哎呀 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个是什么问题呢 既然 这两个地方 它漏水了 呃 这两个地方漏水 都是一个原因 就是 这个墙 和 池底 呃 它有缝隙 导致漏水 我怕 池底 像这些边角 如果要漏水的话 那就麻烦了 呃 比如说过滤汤里面 啊 我手指的这些边角 如果这些边角要漏水的话 呃 它肯定是水要往池子外面漏 这个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反正到时候可能又得折腾个几天 呃 可以用那个树干水泥 晚上快11点 呃 现在还没有放满 因为 太晚了 我怕影响邻居的休息 所以说我录视频的时候声音就小一些了啊 呃 我现在已经把水泵打开了 整个水流循环还是不错的 呃 而且呢 目前这个水泵才开到了最低的一档 你看这个水流很明显 呃 水位应该再深一点 现在还是有点浅 这是沉淀层 这个面膝啊 面膝几乎是没有效果 这个还得等我明天仔细研究研究 到底是水位有问题 还是呃 水泵流量没开的最大 呃 行 那今天就先给大家汇报到这里吧 呃 等明天 明天 还有好多问题 再和大家 一起聊 今天就先这样吧 我是老孙 关注我 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咱们下期再见